现在你会发现 就是乡愁香 只要你离乡了 你才知道那份思念 是的 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 特别传统 然后很严苛的一个父亲 当我第一次真的离开家墙 他送我去 要离开那一刹那 我们俩在一个 特别长的 悠长的一个 这两个是胡同 他走出去 我留在北京了 他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人 就是那个长长的 那一条小的那个小胡同 他走得很慢 他也没回头 但我就一直站在 我的这个门口 我突然觉得那条路 很长 直到最后他走过来 看了我一眼 跟我握着他手 顿了一下就走了 就那个时候 就孩子 我觉得他那个肩膀 那个对于父母 那种爱 更重了